我现在我之前都是以女生身份出去的 没有啊我现在有很多男的喜欢我 然后都被我拒绝了 都被我拒绝了 要完了 我基本上都说 我基本上都是中午会 我说 她们美女有微信吗 不好意思不玩微信 有QQ吗 不好意思不玩QQ 她们玩微博吗 不好意思我没手机 拒绝应该很伤心嘛 没意思啊对人家又不熟 而且主要是长得不错的菜 主要是不是我的菜 然后就拒绝了 颜值不喜欢 没有不是 就感觉 就感觉好猥琐 她吃你的菜就 没有 关键当人看起来好猥琐呀 所以我就很那个傻 然后我就拒绝了 妈妈不是讲过一句话吗 天上没有掉馅饼的 掉下来的馅饼绝对是熟的 一旦 讲的一句话 她们就听得出来了 可是她们还要我一行 算了我点为算 我条件不差 就算不是个女的 她们也会有人喜欢呀 嗯 嗯 嗯